小小科学家准备好了吗? 今天我们要读的书叫做 群居动物蜜蜂 群居的意思就是一大群一大群住在一起 你看蜜蜂是不是一大群一大群住在一起 我又学会一个词了 群居动物 好,那这是一本科学类的书 那科学类的书的话呢 会跟故事类不一样 来,我们看一看好吗? 在这里的话你可以看到 目录表,table of content 那这里会有四个重要的知识点 蜜蜂的种类 蜂后,queen 还有雄蜂跟公蜂 也就是说 这本书里面会讲四大类别的知识 你会分别在这些页码中找到 好,准备好,我们开始读了 蜜蜂的种类 蜜蜂是一种群居动物 你们知道,在蜜蜂的群体里 所有的蜜蜂可以被分成几种类型吗? 分别是什么? 请你想一想 或者跟你的小伙伴讨论一下 所有蜜蜂可以分成哪几类 小朋友看到吗? 三个图片 蜜蜂的群体由蜂后 雄蜂和公蜂组成 你答对了吗? 有三类蜂 一类是蜂后 雄蜂 还有是公蜂 好,一般来说 一个蜜蜂群体有一只蜂后 五百到一千五百只雄蜂 一万到十五万只公蜂 我的天哪 蜜蜂为了得到食物 它们不停地工作 白天采蜜 晚上酿蜜 好忙哦 每一种类型的蜜蜂 都有自己的分工 蜂后 蜂后也叫蜂王 是一个蜜蜂群体里的蜜蜂妈妈 蜂后会生产 会生很多很多蜜蜂宝宝 少数是后来的蜂后 大部分是公蜂和一些雄蜂 那雄蜂呢 雄蜂是一个蜜蜂群体里的爸爸 雄蜂的生命很短 只有九十天左右 大概三个月的样子 那公蜂 公蜂是蜜蜂群体里最忙的 也是数量最多的 公蜂的工作是白天采蜜 晚上酿蜜 还有传播花粉 保护蜂巢 好 那这就是关于蜜蜂的介绍 有哪些种类 然后呢 每一类的蜜蜂呢 它是什么工作的性质 有 那我们回忆一下 有蜂王 对啊蜂后 还有呢 雄蜂和公蜂 知道了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